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 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Ho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老师东西车 现在来到现场是2020年的CRV五代 为什么人家六代都出了你现在才在拍五代呢 我就问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引擎形式差不多变速箱形式都一样 我就拍五代就好了 没有欸 我跟你讲六代出来了 我们现在拍五代正是时候 让大家观众朋友更了解一下 小师是怎么样的来判断这个五代这台车子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对不对 你就六代太贵不要买 买五代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真的在推我们自己的车 不行啦 人家这个三星耶 Samsung耶 还是有些人会Care Samsung啊 你知道吗 好啦 这个2020年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是五代 刚好2020年好像是有交叉到5.5代 有点不一样 等一下跟大家分析差别在哪 我记得车头大灯跟方向灯形式有点不一样 水箱护照也有点不一样 轮圈也有点不一样好不好 我们先以介绍我们今天这台的五代为主 2020年的CR-V五代 1.5温轮增压直列四缸 双凸轮轴16气门 排气量1498cc最大马力193HP 在5600转的时候最大耐力20 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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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七速手自排CVT 前面是麦花城后面是多灵感 来看一下这个车头啊 它的体积啊 其实无论在视觉上或是我自己亲自开起来 我都觉得哇 1.5买那么大一台好划算 有类似那种感觉 因为当初有三种售价嘛 好 它有分成这个VTi VTi S跟S的版本 分别价钱是969 103.9 113.9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是113.9的 为什么113.9的车重重了30公斤啊 全景天窗 多一个玻璃 对 还有机构 好不好 全景天窗 还有全景天窗 还蛮霸气的喔 而且啊 它这一带啊 包括这个轮弧延伸上来引擎盖啊 这个凹下去啊 好 让你觉得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肌肉感跟线条感 好 这也是我觉得它做的很不错的地方 而且你坐在室内看着啊 你会看到这两块凸起 很霸气 好 就跟Subaru前面有看到一个进气孔一样 丝纹中带着有点霸气 所谓的这个丝纹在哪里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镀铬 包含在这个雾灯下方都有做一个镀铬的处理 再来防滑材质它做的是比较面积没那么大的 你看连防滑材质上面也做了镀铬的四条 延伸到后面 其实很简单 一个车看起来没那么粗犷 所谓的丝纹 第一个就是防滑材质面积不要太大 你防滑材质做大就粗犷了 但是会有廉价感 然后再来一个都带金槽 你看喔 不管在车头用了大量的这个镀铬四条 连这个窗框 好 全部都有四条来做一个点缀 好 这样看起来呢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廉价感 再来一个带了一点斯文的感觉 看它这个车 车头我就想要什么你知道吗 有些人他穿西装衬衫 可是你却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它的 手部跟胸部的那个肌肉 好像很斯文但觉得有肌肉 穿个衬衫这样落影落现也是蛮帅的 然后呢 它的轮胎呢 搭配的是235 60 18 普利斯通的 因为我们这台车开的很少 只有开一万三千公里 所以没有错 它这个胎就是当初新车到现在的胎 还没有换过 5.5代铝圈形式也长得不一样 5代我记得是有点像旋风造型的 5.5代长起来很像苏巴路XV那种一圈一圈的 脚踢尾门在5.5代才有 所以这个是没有脚踢尾门的 不是啊 不是说HONDA都不会做电尾门吗 上次我才被呛 诶 怎么那么矮啊 它不能再高了吗 这是最高了 现在可以设定 现在可以设定 好慢喔 好大声喔 机构很大声 上去 好 变高了 有没有 把它依到你要的位置 长按按钮 它嗶嗶两声 就设定完了 高度就设定出来了 有时候你家里如果这个 停在一些风管 消防管下面 你怕这个太高会打到 那你自己要调好这个高度 然后把它设定好 之后你回家 它就不会开这么开了 我们今天来这台是很特殊的颜色 不是黑的喔 它是绿色的喔 它是很深很深的墨绿色 那就是其实它在晚上看你就是黑的 只有在有太阳的时候 你看得出它是绿色的 后摄像的空间 我觉得以修旅舍来讲 应该算是蛮中轨中矩 没有特别大 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室内灯 另外呢 它有做跟Core Plus一样的把手 为什么我都喜欢讲Core Plus 因为我最早认识这个把手 就是在Core Plus一代 另外呢 晒衣杆标配 到现在六代也有嘛 这晒衣杆就是让你出去露营的时候 可以晒衣服啊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帘子啊 没有啦 那個客户车认证 你靠腰啊 或 客车当休旅车卖 现在大家都讲嘛 哪一台休旅车没这一根 我就给占 这一根到底有什么不好的 我给你讨论一下 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这一根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大家的想法里面是觉得 你是客户车认证 为什么要用客户认证 因为比较便宜啊 孙艺比较便宜啊 他们要付的孙艺比较便宜 那你要便宜给消费者啊 你没有便宜给消费者 要出现这一根就很不爽 类似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不是说这一根 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我猜是这样 后面有双处围管 我第一次发现 CIP有通缩的 我发现这个是保杆 可以点到下面是吗 对啊 没有啦分开啦 可是这个是塑胶壳啊 这个才是板件啊 以前是有一些 保杆会延伸上来 可是没延伸到那么长 可是它这个整块是做一个试板 所以是宽塑胶的 新的A4 5.5代 有双前座电动椅 那这个5代的只有 驾驶座 有电动椅加腰靠 前后上下的腰靠 那门上面呢 有做类似这种 假的木纹的饰板 上面这一段都是皮革的包覆 钢琴烤漆的中控开关 银色烤漆的门把 握感还不错 蛮粗的 那我是喜欢更粗一点点 只跑一万三 2020年到现在三年只跑一万三 哇 里面还有新车的味道 你看这个排挡感 跟新的一样 双区恒温空调系统 它恒温是会显现在 萤幕上 可是萤幕超小 中间两个杯架 不过中间的空间蛮多的 这边里面呢 还藏了点烟器 HDMI娱乐系统 跟这个手机连线的 跟充电的 全部都是Type-A的系统 那里面呢 这个还可以移动 中央扶手也可以往前 椅子是有打洞的 旁边有两个小翅膀 天软 你看很软喔 很软喔 不過支撑性还不错 全景的天窗有附CADEN 它就是一块布而已 它只有框 然后中间的布是软的 有没有 那这没有什么啊 这个牵涉到就是隔音跟隔热 你如果做的是板子的话 越厚的话 你隔音隔热越好 好这个是我开车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位置如何 果然是大家爱买的 穗筋便宜又大 来跟大家分享喔 小师从以前到现在 分享的这个前后座对比的影片 我178公分 再来因为我会比较短 所以呢通常我的坐姿 都会比一般人 178再退一点点 我自己开车习惯也是坐后面一点 所以这个你们在看小师测试的时候 你们自己要评计一下 好不好 位置是蛮大了吧 所以台湾人就喜欢这种1.5的穗金 买那么大一台 算不到 好后面也是两个泰北A的充电孔 后座出风口 来我们来猜这会不会垂下来啊 照灌力应该会 应该会 ISOFIX两个 然后我记得这里可以稍微 两段可以调整斜度 就两段而已 好就两段而已 后面有两个阅读灯 那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趴下来的平整度 后面 我在猜刚刚看后面保力龙 垫这么高 它应该趴下来平整度应该是蛮不错的 你看我以为很平整 结果没有 好还是有个高定差 不知道开起来怎样 出去试看看小师觉得CRV5代开起来 到底如何好不好 我们这次拍完了之后 好有机会在拍六代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对比 Let's go 出发 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 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Hoda Best is what suits you 最近会拍太多Honda 都专Honda 搞不烦啊 其实这之前 因为我们公司也卖很多了 我都对这个车提不起急来拍 就是一个休旅车不是吗 不过我觉得 当时对这个车的第一个印象 车真的很肥 就是开起来 就会觉得自己开一台 庞兰大物的车子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会卖的好 是因为它是1.5的 你看看KISS一样的税金 但价钱不一样啦 我的意思是说 跟KISS或者是FIT1500的这样 虽然还有加涡轮这样 然后竟然可以做一台这么大台 后来其实库改也有了 可惜这个CR-V它真的是 真的是以家庭版本为主 它只有出1.5T的版本 那这次为什么就拍了呢 因为6代出来了嘛 对不对 那6代的定价也出来了嘛 引擎的规格也出来了嘛 代表什么 我们店里面的5代要削一波了 哈哈哈哈 你想想看 我记得马力数据一样 对不对 193匹啊 24.5的样子 24.8 24.8公斤米 新的一样呢 1.5T很多人会觉得 193匹会不会不太够 但是以我开车的习惯 我是觉得 刚刚整个市区再加上这个 要上来爬坡的这个道路 上面开起来 我觉得是蛮 也是算蛮轻盈的啦 说实在的 我觉得轮噪声也是蛮大的 然后风切声其实也是有 不过我觉得引擎隔音道是不错啊 啊不对 是因为风切声盖过 我的头脑整个都听到 下面跟上面的声音 可能因为这个 天窗的那个四板有开吧 上面的风切声也蛮大的 而且它的变速箱啊 不太会有那种顿挫感 它的那个 也不是全速域的喔 它ACC30以上才有喔 72公里以上才有 至中是不是 也不是至中 偏移会拉回来 偏移会拉回来 那个叫做辅助啦 油耗喔 市区好像11点多 高速17点多 平均14点多 这么大一台耶 有14点多耶 那个CVIC的油电 加了个电池 弄个油电系统 好像很高端 了不起也是18了 好 感觉没有差很多喔 这那么大一台耶 你不觉得很划算吗 价钱也有差啊 所以它 有些人说它的那个 喜美的定价 是为了要 拱那个CRV 我刚发现喔 我们刚在这个怠速的时候 它的那个压缩机 有没有 运转的时候啊 车子会顿一下 我怎么觉得啊 从九代 八代喜美吧 怎么一直感觉它的那个 都会有一个压缩机 都会有问题耶 所以我觉得它们那个压缩机的 衔接啊 跟那个厂商是不是 要研究一下 我觉得它们压缩机 离额气片 之前是很容易离额气片出问题 然后像刚刚我们正要起步的时候 压缩机刚好介入 整个车顿了一下 我也是变速箱 后来我发现是压缩机起 然后呢 喜美11代有沒有 我不是在开吗 它在压缩机起动的时候很大声 可能因为它车本身就安静了嘛 然后它压缩机要一起动 哇整个震动的声音很大声 就是显得很不误啦 所以我一直觉得 冷气感觉好像一直是 HONDA车系的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再我查一下 我知道了 我真的想要它加速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一种 声音很大 速度跟不上的感觉 就跟我们上次拍到的马三一样 声音的凶猛程度超过它的速度 你觉得它声音很大 但速度其实没有很快 我刚刚在加速的时候 有这个感觉 不过怠速真的很稳 方向盘完全都不会抖动 现在的新车 其实自证都做得还蛮不错 以前的那个 2004以前的那个CR-V 那个时代 哇那个方向盘就 你有沒有觉得 屁股蹲了一下 压缩机起动的时候是有感的 也连乘客都会有感觉 那个盾的 盾的那个感觉 声音跟乘客感受都会有感觉 这个税制很符合台湾人的喜好 今天不是说福特不好 你认真讲 你像这个叫做日系车的Toyota 也没有那么大台的车子做成1.5的 它的CC就比较小台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认真讲 为什么它卖得那么好 因为1.5的这个税制呢 要买到那么大的体积 不太有什么对手 只有福特有而已 对于这个日系品牌 跟非日系品牌 大家都知道台湾人的习惯了 好了爬个坡了 我相信爬坡应该是没什么力 爬一下 不会吧 看这要用二挡喔 Oh shit 声音好大声喔 这个还是顺顺开好了 你如果真的要稍微有点速度爬坡 那引擎失吼声 会蛮大声的 要蹲一下 压缩机系统的 压缩机器 超级 我底又够勇敢 我在想有可能是它的 还几两台小 拖不太动 拖就有点重拖 它让我过有沒有 油门吹下去 我才60喔 我先讲喔 那个声音你听起来很像80 我才60喔 不好意思 我没有超速喔 哇 这个爬山是真的 如果你不在乎它的那个引擎声的话 你就当作比达局 要不然真的是蛮大的 有时候大声是这样 我们会觉得说 那引擎是不是 负荷很大 担心它 太累 其实这斜度没有很细 你要开到60公里 其实有在船 支撑性蛮够的喔 它支撑性真的蛮有的 我看它是这样 看才能 不要再爆速度 等一下被人家开把单 你看 支撑性还不错 那它这个比起其他的休旅车来讲 我觉得它多了一点跳感 也就是说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 想要给你操控性的底盘 这种走向的休旅车 它并不是属于那种晃 让乘客觉得舒服的那种 所以底盘我觉得是硬朗的 毕竟我们是二手车 基本上因为这台只有开1万多公里而已 我觉得还算可以参考 因为你如果说 我们今天这台是跑了4万公里 5万公里 6万公里 那可能它的避震器会衰退 所以参考价值都没那么大 但是跑1万多公里 我觉得它的避震器还是具有参考价值 我觉得支撑性以休旅车来讲算是不错的 不太会有那种多余的余震跟晃动 它会跳动 但是它不会有晃动 有时候可能我表达的不好 很多观众朋友会搞不清楚 尤其是喜美11代 很多搞不清楚所谓的跳动跟晃动的差别 那我觉得晃动是会前后左右 会有那种余震的感觉 那所谓的跳动式它的底盘呢 避震器呢比较直接的跟你过的窟窿是上下对抗 那就会变成是一种跳动感 所以我觉得CRV是属于比较富有跳动感 刹车的话并不会让你觉得说 你刹不住这个体积大的车子 它刹车做的我觉得是足够的 有些车呢会很明显你在踩刹车的时候会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有信心的感觉 可能因为车身重啊 加上那个惯性等等的 你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刹车是 没那么理想的 难得一台休旅车在山路过弯 可以开得这么的湿滑 然后再来一个它这个一样 我先说现在到底有哪一台车的 倒车显影的解析度是好的 还是说大家不在乎这个 看得到就好 我是会在乎耶 可是我们试了那么多台车哪一台好的 我不知道你看这很多噪点 对 而且你还可以看得到噪点在动 不知道耶 也许有些人觉得说 看得到就好 看得到不要撞到就好了 你看我打右边的这个其实也不太好 不是因为有时候是这样 我当然知道车厂要成本 对不对 考量嘛 可是现在我觉得镜头已经不是什么 很贵的东西或是很高端的技术 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样 就像我上次来讲盲点一样 主要是说我觉得盲点不是很贵的东西 那个技术也不是不成熟的东西 那你不给我就会觉得有意思 没意思 好啦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是一台很平价 然后这个 蛮符合现代人使用的一个规格 无论是在引擎跟空间上面 我觉得都蛮合适 不过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其实有收集到一些 网友反馈的一些小问题 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是年份比较旧的 18、19年那种头P的 比较常会出现 比如说有人会天窗滑轨坏掉 然后这个底盘避震器上座 很容易出现异音 就是感觉好像 有一些零件的耐用度没那么高 什么汽油Bumb也有人遇过 喷油水也有人遇过 然后还有一些灯具的水汽比较重 然后有一些什么下支臂啦 避震器上座啦 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异音啊 怎么那么多问题 不过通常都是在头P 遇到的这些状况会比较多 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啦 因为HONDA的国产车 一直以来它那个漆啊 我们之前拿漆摩尼打 真的数值都会比一般 其他的车漆都来得薄 所以这个生锈问题 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看有没有那种小秀斑小秀点 的确以前我们一些HONDA的车系 现在有漆摩尼很便宜很方便 我们也常常拿来做鉴定二手车用 有时候新车来我们打一下 确实它的漆都会比一般其他的 国产车来得薄 现在还蛮好开的啊 十岁 你把它当货车开你就会觉得很棒 一切看你心里的底到哪里 你如果预期说 这个会掐 什么车开起来都觉得很棒 毕竟后面有一根很赶 客户两用 好卖 不过体积真的偏大喔 这个 以前我开过回 还住达官的时候 有没有 我有开过回去 那个车会停下去不太好下车 那跟 就差不多满了 对差不多满了 下不太好车 你如果停车会淡板窄一点的 你也很难下车 之前达官就是这样 塞进去靠边啊 几乎没办法开门 我们达官位置 如果左右都休旅车 我跟你讲就GG了 如果你自己又是休旅车 我跟你讲更别想下车了 没有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以前的车真的没那么大 对啊 现在车是越做越大 所以你不能怪那个 因为老房子 我们那个应该好像也二十几年了 房子 所以那二十几年前 车子都还没那么大 现在车子整个全部都放大 车子全部都放大 所以有些停车位 如果是比较早期去做的 做出来的 可能就没那么大的位置 那为什么今天呢 我们介绍这台车 是我觉得 六代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五代的价格 有稍微做一下调整 目前我观察起来 应该会比之前便宜个五万左右 便宜个五万左右 比如说你之前 如果在网路上看到 比如说都卖95万的CRV5.5代 那现在可能大概90万 就可以买得到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其实二手车常常会这样 很多客人在找我们估车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车要估车 他说你车大概剩五十万 我看那个网路上车商都卖六十几 你怎么那么黑心什么 可是其实不是喔 有时候你要记得一个状况 例如像这一种 现在我说价钱应该要差五万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车商 是在价钱还没有调降之前买的 所以它竞价更高 再加上它又不愿意 把价钱调低的状况之下 所以你消费者 当你去网路查询价格的时候 你看到这一类 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还没卖掉 又不愿意调降的这些物件的时候 你就会误以为这是行情 这个是不对 这跟买股票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有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现在说的 就是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六代出来 大家很多人订了 开始在把五代 五点五代 估出来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价钱就会有一个调整 那这个现在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五代 我们就以五代来讲 五点五代 大约会在 约莫会再贵个五万左右 那以我们这一台为例 2020年的 这个Honda CR-V 五代的S版本 新车113万 目前在收应该在80万左右 那如果你是五点五代 可能会再多个五万块钱 那卖出来呢 大约会多个一成吧 好不好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大约会多个一成 其实我们这还卖多少钱呢 八 九 八 差不多嘛 收八十万左右 多个一成 差不多 好不好 这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五代CR-V 刚好是一个可以入手的时机了 当然它的价差 已经比之前更难清净 之前你知道那种22年的 跟新车差大概十来万而已 没有清净感 新的现在又更贵 又涨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出来 洗大家买五代 跟五点五代的 没有啊这个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车子的改款 并不一定会影响到 前一代的价钱 要看它改的怎么样 它如果改的没有想像中的多 没有想像的合理 甚至价钱涨太多 那事实上对前一代影响就小 像我觉得差五万影响算不大了 这个百万左右的一个价位来说 旧一代的只受到新一代影响五万左右 我觉得影响差距算是蛮小的 那这也代表说可能我在猜测 我预测 现在新的六代的销售的数字 可能会不如五代跟五点五代的多 大家可以未来再评估看看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边 CIV五代 好不好 大家敲碗已久的 小事的感觉感受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影片记得订阅 留言分享 可以小铃铛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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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ive down when we go hard down That we outside free I live in love Try no we live in love 我發現你們為什麼聽到那個諧音哏 你那個笑得很開心 為什麼諧音哏會好笑 比如說有一個人去拔罐 然後被警察抓走了 請問他犯了什麼罪 拔罐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你拔我罐罪 這好笑嗎 這麼好笑 這麼好笑的 然後有一個服務的人說 先生 這是我們贈送的小菜 那先生說不用 我不需要小菜 真的嗎 這是你的損失耶 這樣好笑嗎 這麼好笑啊 這樣真好笑的點在哪裡 在哪裡